另外县议员蔡一静长期关注地方社会弱势 也吸引了风济公慈善会的目光 主动的结合推动关怀 26号的下午特别针对了花莲县中区近百户的社会边缘人 捐赠了各式的辅具 三星一举是令人感佩 三四辆载满各式辅具及物品的货车 从屏东一路开迪到花莲光复乡 在先议员蔡一静的引荐下 风济公慈善会成员依照受助弱势者的需求 捐赠最适切的辅具 风济公慈善会大岛医疗床 新式轮椅、补助器、电动车 小道拐杖、尿片等等 针对了每一位行动不便的弱势户提供所需的补具 让他们也能轻松行动提升身体活动力 用心与贴心的善举也令人敬佩 大家就是有钱出钱 那因为就是在如果就是大家吉利这样出这样子 那有大部分都是会长自己 就是在自己再掏出来这样子 因为毕竟很少人愿意只是送补具这个东西 然后到处这样子跑 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是说 把物资送到家里面 有给真正需要 看到有需要的人 然后送到他们手上 然后我们自己就会 就是觉得真正需要 长期关注地方社会弱势的县议员 蔡依静、德夫姑、碧友林 这一次风机公慈善会主动结合 提供补具资源来关怀社会福利边缘户 也令县议员蔡依静感动万分 也花了将近一个多月的前置作业 提供近百位真正需要帮助的社福边缘户 期盼来自社会的善心资源 都能照顾到真正需要照顾的人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来自屏东的风机公慈善会 这个机会真的是也是非常难得 其实在花莲他们也来过非常多次 那因为我们办公室本身 每一年也都是有在做这样子的物资的提供 但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 有补具上面的提供给我们的在地的 不论是族人或者是乡亲 很长期大家可能在申请一些补具上面 或者是一些资源上面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统计的差不多也将近快要100位的这样子的需求人 那我们这一次的每一盒 相信大概是物资的部分 不论是病床 还有我们的拐杖 还有电动车 以及所需的一些尿片 然后附件库 非常多的种类 那我们应该是可以发送大概50位左右 这一次除了现议员 蔡宜静与风机工慈善会 善心一举之外 还包括原家中心社工 以及光复卫生所 南区社部中心等也一起同行 提供后续照顾或安置等资源服务 关怀社会上更需要帮助的弱势边缘户 记者十一欲蓝光复采访报道